嗨,我是健身魂的教練,我叫Marshan 專長是體能訓練以及功能性體格雕塑 今天要和各位分享我的胸肌與公二頭肌的訓練攻略 這個課表的訓練強度比較高 考量到肩胛肌群的穩定負擔 以及肌腿大的優先效益 大多數的動作會以槓片式與插銷式器材為主 這個動作會有一個啟動肩胛的穩定動作 胸大肌共有五個動作 其中兩個動作會以超級組的方式進行 確保胸大肌的完全力竭 公二頭肌有兩個動作 最後一個動作我會採用重量地檢式訓練 來達到充血的最佳效果 進行上肢特表時 建議在正式訓練開始前訓練外旋肌群 不但可以增加肩胛活動度 也能確保肩胛肌肉群的穩定 進行水平拉動作時 讓手肘與肩部高度一致 外旋動作要盡量避免聳肩問題 垂直推過程請保持肩胛穩定的收縮 進行胸肌的訓練時 我喜歡以上胸作為開頭 雖然啞鈴以及槓鈴上斜推舉是大家的最愛 但別忘了槓片式器材對於訓練上 比較難掌握的上胸肌群有更精準的刺激效果 訓練過程中請維持肩胛穩定下壓 手肘略比肩低 這個動作對刺激上胸具有極佳的效果 同時因為器材軌道固定 你可以快速地掌握發力的技巧與肌肉的感受度 接下來是槓片胸堆實際操作 你會很明確地感受到 這個機台兼顧了肩膀的穩定以及大重量的需求 推出時雙臂、內夾、運作的軌道 已經幫你挑了當收尾時的頂峰收縮 別浪費這個特性 推出時請維持緊繃感兩秒再進行另外一下 接下來是超級組的訓練 我們將結合機材、夾胸以及站姿槓片推舉 進行機器夾胸時 由於軌道固定請避免肩部幅度過大 確保手肘略低於肩部 動作完成時微微掌心朝上 並暫停一到兩秒 你會感覺到極高的膨脹衝斜感 接著我們會用站姿槓片推舉 創造更多的肌肉刺激 站姿槓片推舉是一個經典動作 雙手用力夾緊槓片 不需要用太重的重量5到10公斤 你大概就可以達到你想要的效果 在伸直手臂時 較長的力弊將造成肩部一定的負擔 請確保動作過程中 以相對緩慢的速率進行 相信我胸肌會很炸 我覺得下胸推舉如果用槓鈴以及啞鈴操作 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光是調整前面動作的設置 就是一個大工程 別忘了剛剛才結束超級組的動作訓練 下胸肌群訓練我選擇用槓片式下胸推 動作關鍵是手臂伸直後 確保拳頭手肘及肩膀呈現一直線 由於這個器材設計具有力學優勢 嘗試多增加一些重量 刺激會比較有效果 有些人會問我為何將二頭和胸大肌排在一起 我認為這是一個理想的搭配 前面的胸肌訓練有不少推的動作 我的三頭已經沒有辦法進行足夠的強度訓練 我的二頭肌會以纜繩二頭彎舉開始 如果你的健身房把手選擇彈性較多 建議使用曲線的把手減少手腕負擔 纜繩二頭彎舉的優勢在於插敲器材特性 可以讓我更快速的設定重量 最後一個動作我用地檢式的重量來進行 我喜歡機台的原因在於重量調整細膩 而且鞋槳桌的設計能夠讓我 預先縮短肌肉中產生更大的肌肉刺激 我的重量地檢在前面三組 重量地檢兩次 最後一次我會地檢至完全無力為止 以上是我的胸肌與公二頭肌訓練 我是教練Martian 如果對我們上述課表有問題 歡迎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或是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更多健身知識相關內容 請持續關注健身魂